一次不起眼的施工爆出惊天古墓 墓主人的身世显赫令人咋舌 当专家意图挖掘古墓抢救文物 宋太祖后人却亮出族谱阻止挖掘 这座古墓究竟藏了多少世间珍奇 今天的技术能否解开墓主人神秘的面纱 2016年5月的一天 台州黄岩前郊村有个叫杨念志的村民 正开着挖掘机在挖地基建新房 突然咔的一声巨响 吓了杨念志一大跳 他跳下车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眼前所见着实震惊了他 一块周身暗红色的巨物出现在了面前 他此刻是正儿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赶紧去城里找到自己哥哥 哥俩一起来到现场观看良久 哥哥读过几年书 判定这肯定是一口几百年的棺木 兄弟俩怀疑是挖到了大墓了 就立刻报了警 公安局接到报案后 由于没有处理过这一类案件 就立刻联系了当地博物馆的相关人员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很快就带着技术设备来到了现场 经过一番探查 确定这就是一个古墓 而且年代久远 技术人员慢慢地清理掉棺木上方的泥土 有两具棺果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而且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而杨艳志最初看到的那块血红色巨石 是压在棺果上的镇棺条石 看来是当时下葬石被故意漆成了红色 大石头压住棺果也是为了防止盗墓贼的惦记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 有一处棺果已经不知在何时被盗 棺木也破损得很严重 在技术人员的清理之后 淤泥中逐渐显露出几颗细小的人骨 应该是墓主人的 目光一转 能看见一旁的另外一具棺木 外观依旧鲜红 被保存得很好 这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充满期待 棺木里究竟会有什么 身为皇族的他 又能留下什么样的西式珍宝呢 清理完第一个棺果后 人们用吊车将棺木整体吊起 细心的工作人员在棺果的下面 发现了一串小字 似乎是木志明 木志明上清晰地记载 牧主人叫李氏 在南宋庆元元年去世 这几行木志明是牧主人的丈夫 亲自提写 在落款处 工作人员发现了他的名字 赵伯云 这座夫妻合葬墓 是距今八百年前的南宋 其中这个保存相当完成的 宏观便是李氏的丈夫 赵伯云 正当专家们要打开这具 神秘的宏观时 一个奇怪的男人出现了 他一脸严肃地 要求所有技术人员 立刻停止挖掘墓地 理由是 这可是他们家的祖坟 专家没有任何权利挖自己家的祖坟 所以我们下期间的祖坟 所以